夏天已经来临了,为了因应游客到外木山看海和玩水 公车处行驶外木山到湖海路的305线的公车 现在已经恢复行驶了,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夏季来临,美丽的外木山滨海狼带将成为游客观海玩水运动的好地点 为了方便游客到外木山游玩运动 市政府公车处宣布行驶外木山的305 湖海路线公车已经从6月45号开始复始 到12月左右将提供假日礼拜六礼拜天 游客最方便的大众交通运输,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天气已经转型了,我们305这个湖海道路这个公车专线 我们在这个礼拜六来复始 那预计就从这个礼拜六开始一直到12月左右 那每个礼拜六礼拜天这个假日来复始 那大概每天的两点半到晚上的九点半 每一天有九个班次 希望到湖海路运动或是休息的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